一天一个朋友call我 然后很紧张的问道 房市是不是崩盘了 他个壁花园新建的项目 价格竟然掉了整整30% 10年前他买的公寓才60万 同一个地点 现在新建的才卖40万 各位朋友 你了解房价吗?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房价是如何计算的 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售价 如一台电脑 有软件 有晶片 有电板 有显示卡等 成本2000 如果老板要赚500 所以它的售价是 2500 一辆车 有引擎 轮台 零件等 扣除成本和营销后 老板要赚多少 才决定售价 房产也一样 主要的成本有 土地 建材 人力 营销 税务 利息 等 成本再加上预算盈利 预计整个项目的GDP Gross Develment Value 再除以next sellable area 所以我们知道 一方尺要卖多少 每平方尺的价格 乘以单位的总平方尺 就是房产的售价 假设一方尺500 单位1000sqft 500 per sqft 乘以1000sqft 房产的售价就是 50万 我朋友的那套公寓 1300sqft 以前买60万 目前个壁新项目 卖40万 但是只有600房尺 虽然总价较低 可是per sqft 贵了整整200 如果它的单位 照现在的行情 增值了200多一尺 至少能卖80几万 所以大家记得了 房价的涨跌 不以房产的售价来计算的 而是以per sqft来计算的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轻松掌握 房产业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